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跑世界高铁最高时速 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 CR400AF的总设计师梁建英 我自己如果要是从北京到上海 我想要做复兴号 有员工内部件的 铁总也是要赚钱的 中国高铁从无到有 从跟随到领跑 十余年间 它带着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纪录 看着好像只是时数200公里 像300公里 这样的数字的一个变化 但是实际上技术的难度太大了 打造中国高铁 这张新时代名片的背后是什么 我们在这个蓝芯县的白丽丰区 守大风 等风来 支撑中国高铁人 切而不舍探索的背后是什么 产品你是可以花钱买的 技术的创新能力你是买不来的 巨人的肩膀不好赞 必须让自己成为巨人才行 开奖栏春节特别策划 我的幸福生活 这一幕是现在正在发生的幸福 但是未来还会怎样 本期演讲者梁建英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迎评上 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 开讲了 我是主持人萨北宁 欢迎各位 萃取食物精华 科学气血康补 感谢熬夜标配的 云南白药气血康口服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正值农历春节 是我们特别为您策划的 一个系列节目叫 我的幸福生活 我们今天所有的幸福的一切 背后有多少人 经过了多少艰辛 努力和奋斗 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当然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奋斗 给周围多少人 带来更多的幸福呢 这就是我们这一系列节目 希望提给大家的问题 眼下春节期间 各位都已经准备好 要回家了吗 票买到了吗 买到了 是坐高铁 不是坐火箭回去是吗 大概八十年代的时候 跟着父母回老家去探亲 那时候的春运 我的交通工具是什么 请看 蒸汽火车头 然后拉着绿皮车 蒸汽火车头是烧煤的 绿皮车跟在后边 窗户是打开的 把这些我们小的时候 坐火车兴奋地 把脑袋伸出去 一路 等到了终点 你能从鼻孔里挖出两吨煤 这就是当时我们的交通工具 再看那会儿 春运之前 大家要干什么 抢票 错了 首先是要锻炼身体 因为你要面对的 是一次体力和意志的考验 请看 上车没点技巧 根本不行 来看一下你们今天 坐火车是什么样 舒服吧 再来看我们当年 这就是当年一切真实的状况 无非是二三十年间 已经是如此的翻天覆地 但是别忘了 还是那句话 幸福是奋斗来的 高铁不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的 谁在为我们今天的这些幸福 在努力 在奋斗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开奖嘉宾 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让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这位开奖嘉宾 高铁设计师 而且是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的 高铁动车组 复兴号CR400AF动车组 总设计师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 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兼总工程师 梁建英 有请 梁总您好 女主任好 欢迎提供 大家好 谢谢各位 请坐 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在这样的岗位上 你想研制动车铁路 这是一个很艰苦的工作 所以大家脑海中立刻想到的 梁建英 梁总总工程师 可能出来的是个 白发苍苍的老先生 尤其是您的名字本身也挺 男性化 对 挺男性化的 结果没想到出来是一个 英姿萨爽的女工程师 太厉害了 我都不知道我刚才念的对不对 复兴号的那个代号是叫 CR400AF 你看就是念错了吗 CR400AF 我刚才念的CR400 所以这个标准念法应该是CR400AF 复兴号 复兴号 中国标准动车组 目前世界上速度最快了 是我们目前世界上商业运营速度最快的高速动车组 所以难怪今天高铁已经是中国在世界上的一张金光闪闪的名片 复兴号出来之后更是如此 我刚才看见在我的工作台旁边摆了好几个模型 您太客气了 给我带这么多礼物真是 这是复兴号 然后这几种呢 这一款是时速300公里的动车组 2007年12月份下线的一款动车组 就在这四个和谐号当中 这个应该是最早下线 对 它是最早下线的 高铁开始慢慢进入人们的视野 对 就是从这里开始 就从这开始的 对 那么接下来的实际上是这一款车型 就是380 380 对 CR300A 它的整个的寓意取自于火箭 对 取自于火箭 当时呢也是 你把它这么竖着看 感觉一点火它能飞起来 然后是 我猜一下 应该是这个 不 应该是这个 时速500高速动车组 这个车的研发 当时它是带有一定的意义的 因为我们当时希望 把它能够做成一个移动的 高速列车综合实验平台 所以这款车 它的这个 当时的设计数是500公里 那么它在咱们的这个实验台上 也滚动到了605公里 就是这款车 然后这就应该是 高含抗风沙动车组 我们叫2G型动车组 它的最低适应温度是 负40度 零下40度 对 然后它可以在我们国家 就是风沙地区 进行安全地运行 那么它对风沙有特殊的处理 这样的话就可以保护 我们车辆的这个设备 不会被风沙侵蚀 原来是 其实在设计这款车的时候 我们也挺辛苦的 我们在这个蓝芯县的 白里峰区 首大峰 等峰 等峰 在白里峰区等峰 等峰来 对 测试我这个车的 抗大峰的能力 这么一看 大家心里就知道 咱们国家高铁发展的 大致的这个阶段 一步一步从无道友 走到今天 变成了世界的一个 奇迹和名片 这当中有您和您的同事 太多的努力 接下来 把这个讲台留给您 听您跟我们分享 您和高铁的故事 好的 各位同学 大家好 在这里我想说三个词 第一个词是火车 我很小的时候 我们家住在我们镇上的 离火车站非常近的一个地方 大概也就距火车站 有两百米左右 所以我小的时候 看到这个火车 一列一列地呼啸而来 呼啸而过 我感到非常的神奇 第二个是春运 九十年代初 我考上了大学 那么我从吉林坐火车 到了上海 大概那个时候 我想是五十多个小时 特别是赶上 寒假的时候游游 春节这样的一个 节日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整个春运潮 在拥挤的火车站上 人山人海 我能买上一张坐票 非常的幸运 到了学校 我的同学就向我抱怨说 我这一次回来 又占了十几二十个小时 那太痛苦了 那么到了1995年 我大学毕业 分配了中车青岛四方 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 从此 也就从这一刻开始 我就与高铁 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所以第三个是高铁 那么现在我们再出行 我自己如果要是 从北京到上海 我首先要去买票 我也要先问一下 我想要做复兴号 我要做高一 为什么 因为高一是我自己的车 坐在这个车里 你会感觉到 它更加的现代化 更加的舒适 再向大家透露一个 复兴号高速动车组的 一个技术指标 你知道 你坐在这个车上 会耗多少电能吗 当复兴号 以350公里运行的时候 人均百公里的耗能 是3.8度电 这个指标 是一个非常优秀 非常完美的一个指标 那么这个指标 是怎么得来的呢 我带来了一个 这个中国标准动车组的模型 这个就是复兴号 中国标准动车组的 头型的一个塑笔模型 这个车辆 目前是我们 在线运营车辆当中 断面最大的一个车辆 它的车高达到了4050 那么在断面增大的情况下 如何能够让这个列车的 运行的阻力尽可能地小 那么我们从车辆的 头型的形状 那我们这个头型的形状叫什么 叫单拱椭圆 那么在这里面 要对它的鼻椎设计 要对它的导流潮的设计 要对它的整个抗撤风的 干扰能力的设计 都要进行充分地考虑 整列车的外形 我们要考虑 尽可能地平顺化 来避免由于你结构的 截面积的突变 所带来的气流阻力 尤其是气动噪声 我们还考虑到了 关于空气流动 车上设备的通气 进气和出气的 这样一个空气流动 带来的动力的 能量的损耗 只有经过这样 一点一点 一步一步 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个考量 一个设计 那么才能达到 咱们中国标准动车组 今天的这样的一个 优秀指标 那么实际上这款头型 是它46个兄弟当中的一个 中国人一定要长一张 中国的脸孔 那么中国的车 也要长一张中国的脸孔 在我们这款车的整个的 外形的设计当中 那么取了中国龙的寓意在里面 这两条红飘带 特别像龙的燃 所以结合这两个 基本的技术和文化的特点 那么我们先做了46款 在这46款当中 我们选了23款 进行了深度的仿真 精细化仿真 然后又决胜出来 七款车 这七款车 我们再做了 1比8的缩笔模型 我们拿到风动实验室去 去做风动的空气力学实验 和气动的噪声实验 最后选定了这一款 中国标准动车组 最终把它命名为飞龙 在整个中国高铁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历程当中 有很多人问 为什么中国高铁 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就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你比别人聪明吗 那答案显见不是这样的 中国的高铁的发展 从无到有 从跟随到零跑 我认为有这样 四个阶段的发展 首先是在2004年以前 我把它叫做原始积累的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 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装备技术 形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技术体系 同时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培养了一支 能打胜仗 艰苦奋斗 敢于拼搏的这样的一个人才队伍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从2004年到2006年 我们的这个技术 引进 消化 吸收阶段 在这个阶段 我们的技术人员 把外来的图纸 技术资料 还有检验检测的标准 进行了转化 同时呢 在转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根据我们国家的特点 还有我们国家线路的特点 我们做了110箱的 适应性改造 来克服 技术引进的产品 对我们国家的 水土不服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在2006年的7月份 我们第一列 实数200公里动车组 正式下线 在整个技术引进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非常大的 思想的触动 就是产品 你是可以花钱买的 技术的创新能力 你是买不来的 在我们整个技术转让 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的合作方 他会告诉你 如何去做 但是为什么这样做 原理是什么 他们每次都非常的神秘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也深刻地喜会到 巨人的肩膀不好站 必须让自己成为巨人才行 第三个阶段呢 我把它叫做自主提升的阶段 那么这个阶段呢 也是我们初步探索 我们自主研发能力的一个阶段 2008年 我们启动了时速300公里 动车组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次的设计 不再采用联合设计的 这样的方式 而是完全由我们自主进行设计 我担任了这个车型的 主任设计师 看着好像只是 时速200公里 像300公里 这样的数字的一个变化 但是实际上在这个上面 给我们带来的技术的难度 太大了 在这里呢 我也想举个例子 当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 我们脚踩着油门 车辆在向前加速运行 这个时候 你会感觉到 随着你的速度的提升 你车内的噪声 车内的震动 都在增加 那么如果这个时候 恰巧你的对面有一个车 驶过来的时候 也形成了一种 类似列车交汇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你会感觉到 这个车辆有轻负 这样的一个感受 所以高速动车组 它要以时速300公里来运行 那么汽车所感受到的 这样的一些难点 难题 在高速列车上 同样会有 一列高铁 大概它的长度要有200米左右 所以这么一个庞然大物 要以这么高的速度去运行 那这就是所有的变化 都是牵一发 动全身的一个过程 我记得在一次 这个线路实验的过程当中 在将近300公里的 这样的一个速度上 我们的车的局部 有震动的现象 实际上局部震动 不像共振那么可怕 但是它也一样会影响 我们旅客乘坐的舒适度 也会对我车辆的寿命 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在车辆的不同的区域 都布置了实验的设备 然后对应我们的设计图 我们前期的一些 仿真分析的资料 我们来抓这个问题 很庆幸 我们找到了问题 也解决了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大家 在乘坐的高铁 每一带高铁 你都会感觉到 高铁技术在进步 它给我们提供了 越来越舒适的 这样的一个旅行环境 第四个阶段 我们叫全面创新的 这样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实际上是 让我们中国高速列车 真正立足于 世界先进行列的 一个重要的阶段 在2008年 我们启动了 实数380公里 高速动车组的设计工作 也就是我们现在 耳熟能详的 CRS380A和谐号 高速动车组 380公里 这是它的设计实数 它的最高的实验速度 要达到420公里 那么在当时 已经找不到 可以借鉴的 这样的经验了 怎么办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 大量的实验 去来探索 或者是摸索 所以在这个车的 整个研制过程当中 我们累计 做了两年的实验 一共是做了 450余项的仿针分析 1050余项的地面实验 2800余项的线路实验 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列车在去实现它 时速486.1公里的 那一天的情景 我们每个人各就各位 各负其职 我的位置呢 就是在高铁的机械师室 我就眼睛紧紧地盯着显示屏 看速度的变化 那么到了460 465 470 475 480 最后在486.1上 这个时候我听到了 车厢内有人的欢呼声 但是我是什么状态 我的手脚是凉的 我手里拿着这个对讲机 我死死地攥着这个对讲机 另一个手也紧紧地握着拳头 后来有人问我说 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你为什么手会凉啊 紧张 压力 目标达成之后的兴奋 可能压力会更大一些 然后我看到列车 开始慢慢地往下降速 稳稳地停了下来 我走出机械室监控室 来到车厢里 和我的同事们会合 我们相互握手 互相组合 所以这是我一生很难忘的 一个场景 CRS380A 新一代高速动车组的 成功地研制 它夯实了我们国家 高速列车技术创新的能力 它形成了我们国家 高铁技术的保持能力 那么在今天 我们看到复兴号 中国标准动车组 又开启了 中国高速列车 一个新的征程 在这个车的研制过程当中 我们按照我们自己 形成的技术体系 标准体系 实验验证体系 把我们这样的一个 新的型号的车 设计出来 试验出来 我们已经形成了 足够的能力 足够的资源 也有了足够的底气 向全世界去说 我可以向全世界的用户 提供你所需求的 任何的产品 随着交通的快速发展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 什么样的产品 或者还会有 什么样的一些 美好愿景 为了支撑咱们国家的 一带一路的这个倡议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研发 时速400公里 互联互通 变诡据的高速动车组 也许在不久的某一天 我们会从北京 坐上这一款高速列车 到达西班牙的马德里 在这里面 我们也发现 目前我们国家的高速 是350公里 航空的速度是800公里 那么在350公里 到800公里 这样的一个速度空白里头 怎么办 我们正在研制 时速600公里的 高速磁浮列车 在未来 我想中国的交通 是一种什么的状况呢 应该是 航空 高速磁浮 高铁 城市市域交通 城市轨道交通 以及公共汽车 低速的这些 公共汽车交通 五为一体的 立体化的 综合交通 枢纽的形式 这样才能满足 我们国家 这样的一个 一个大国 这样的一个客流需求 对快速运输 这样的一个要求 所以在我们 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们就应该 不负国家和民众 对我们这个行业的期待 我们要为民众 去提供 更好 更快 更安全 更便捷的 一种 出行的方式 这是我们 这个行业当中的人们 所有人的一个 共同的心声 谢谢大家 您好 谢谢您 排除 萃取 朱午清华 科学 气血 双股 云南白药 气血 康口 不业 熬夜 标配 邀请您 继续收看 开讲了 谢谢各位 请坐 我这看您 时时刻刻都带着您的 职业特点 演讲完了以后 立刻看 我速度怎么样 还可以 匀速 震动很小 您对时间的把握 速度的把握 对 是吧 这变成您的一种职业病了 不叫职业病 应该是一种好的习惯 好的习惯 然后您的这个表述 也是非常霸气 是不是搞工程的 都是这么霸气 我没有了解过 我觉得我还可以 您挺霸气 比如说买火车票 请问有高一吗 为什么您非要高一 那是我的车 跟这个比 什么私家之中弱爆 在您演讲的过程中 现场的观众 用小纸条 给您提了很多的问题 其中第一个问题 这是个四连问 您好 我想问一下 您坐高铁 还需要买票吗 一 二 还是有员工内部件呢 三 您春节回家 有内部预留的票吗 四 您能帮我抢张票吗 这位观众 好 一步一步 步步紧逼 步紧逼 您回答了一个问题 就不得不回答下一个问题 这四个问题呢 问得很好 曾经呢 我们在隶属于铁道部的时候 我们是有免票的 但是我们没有免票 已经很多很多年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我要花钱买票 现在已经取消了 对 没有这个 对 我要花钱买票 第二个 有没有内部价 那么都走了市场经济了 没有内部价了 铁总也是要赚钱的 待遇也没了 对 第三 那么第三 内部有没有保留票 现在我可以 百分之百地告诉你 你在网上抢不到 你在后台也没有票 其实刚才在演讲中 梁总已经回答了 连梁总自己 每次想做复兴号 高一 都不一定能赶得上这个机会 人自己的车 都不一定能坐得上 但是我也有一个特权 我什么时间 可以不花钱坐车呢 实验的时候 哎呀 你太聪明了 所以没有特权 没有特权 所以最后一个问题 理所当然 梁总也没法帮你抢票 虽然我想梁总 跟我们大家一样 要买票 要抢票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的是 梁总坐在火车上 那种自豪的心情 可能和我们不一样 那真的是我的车 好 在您演讲的过程中 我们一直通过央视网图文直播 也有很多的网友 通过央视网的开讲专区 给您提了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您是怎样看待无人驾驶 无人驾驶的这个技术 实际对于轨道交通来讲 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技术 实际上我们地铁 是已经实现了无人驾驶的 就在我们北京的燕防线 就是一条无人驾驶的 这样的一个地铁线路 那么我们给新加坡提供的 这个地铁车辆 也是无人驾驶的 高铁发展到今天 我们目前也正在 做无人驾驶的研制和研发 但是目前出于安全的考虑 系统毕竟有时候 万一出现一些小的故障 还得由人在现场进行应急处理 要做人的指手 好 接下来六位青年代表 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跟梁总这边交流 来 江旭 梁总 您好 小萨哥好 我看到您今天特别亲切 为什么呢 因为我其实生在一个 工程师的家庭 就我爸是一个房屋结构的 这个工程师 我老爷是一个老一辈的铁路人 国内早期十几条铁路 我老爷都是总指挥 我老爷跟我说 他其实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女工程师 但您作为一个女工程师 您是怎么在这个环境里生存 您觉得作为女性 有什么优势和劣势 我想第一点 在工作的过程当中 我从来没有把性别分得那么清楚 说我是女的 你是男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任何一件事情 就怕你做得足够的认真和精细化 我的女性 恰恰在这个上是有优势的 其实两种非常厉害 凶是吗 我就不用那个词吧 非常的严厉 有一件事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因为咱们国家高铁 曾经有过一个技术引进的阶段 当时德国的也好 法国的 包括日本的技术 我们都引进过 然后后来咱们开始自主研发的时候 就有的工程师 在有些问题上 梁总问 这个问题为什么是这样解决的 说当时日本人交给我们的时候 就是这样解决的 梁总当时就发飙了 说以后谁再敢跟我说 当时交给我们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就让你们写检讨 从那以后 安静多了 这是开玩笑的事还是真的 这是一个真的 因为我认为 一个设计师 我们要尊重 或者要有一定的继承性 但是设计师不能被 别人的思维固化 我们需要一定的变更 一定的创新 这样我们这个团队 才能有活力 才能有朝气 才能带动我们这个行业 整个技术的发展 所以这么严厉的一位总工程师 你应该问的问题是 你们那儿的男工程师 是怎么生存下来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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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